哈囉 歡迎收看FUJ234 我們今天呢 又是非常隆重的人生導師 要教大家如何成為一個受歡迎的0號 那你覺得0號的模樣會想怎麼樣 就是首先你得 把你自己裝逼的那個樣子拿掉 因為你覺得0號 他永遠就是在社交場合就是 會拿著手機這樣 而且你一定要就是 對事情的接受度是廣的 你比如說 呃 玩SM 好好好 玩 哈哈哈哈 屁啦 彩虹小馬剛塞 好好好塞 屁啦 哈哈 而且你還要這種 呃 可以用剛塞用你嗎 好啦 人家才覺得說 你沒有偶包相處起來舒服 是不是非常有邏輯跟合理 你要多講話 譬如說你在一個群眾裡面 你要多發言 然後讓對方覺得說 喔 你是一個 考慮有趣的人 對 然後是個開心果 就是任何人 不管是你喜歡的類型 什麼話題都可以接 沒有感覺的類型對你 所以你覺得 如何讓1號對你有好感 這樣讓他想操你嗎 嗯 都可以 或是讓他想多接近你一點點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我單身我喝酒這個的時候 我就是會問他說 那你屌大嗎 就開始亂摸一通 然後他就說 那你跟我回家啊 要去哪裡回家嗎 那時候你就不能跟他回家 因為一旦 我也1號我也1號 摩 那你要幹嘛啊 沒有啊 看你屌大不搭啊 那你是要跟我回家嗎 不行我們今天要工作吧 唉唷 瞎瞎啊 雖然我有點久 但是為了你我快一點 後來我才發現 如果你讓對方操到 對方就不會再淋漓了 你要摸一下 讓他硬到不行 再離開 他就會說 這個我一定要得到 他就會對你表示有好感 然後他得到你 但他又得不到你 欸 請問你是什麼星座啊 獅子座 獅子座 真的嗎 這時候你就先把他捧上來 因為獅子座的人都很會照顧人耶 你是這樣的人嗎 是啊 你先把他捧上以後 再把他往下 可是我覺得你看起來不像耶 哈哈哈 你就開始 可愛公視發起伏 沒有啊 我剛剛看你跟每個人都喝酒 你好像 不太會照顧自己 你就是個問問那樣子 我就是 KILL 你好厲害喔 對 你說我沒有喝很多啊 我沒有喝很多啊 那我看你舅舅的身發表 嗯 六角 口交 哈哈哈 然後我再跟你講一個更實用的方法 買十條一模一樣的項鍊 為什麼 戴在自己身上 嗯 然後對方有時候無聊的話 就會看一下你的項鍊 然後你就說 喔對阿對阿 這個是很有紀念性的 你喜歡這條項鍊嗎 還可以啊 那送你 放到人家身上 還蠻適合你的耶 這個就是討人愛的靈魂 你有這樣做過 好不要臉喔 好不要臉喔 然後他還會說 我要現在看到這條項鍊的時候 就會想到你 但是你曾經跟我講過一件事 就有個男的他 一定會吃一個口腸腸 然後跟你喇 然後只要你 聞到那個味道 你就想到他 對 這個也是一個很經典的方法 例如說 你的味道就是荔枝海酒 所以你只要荔枝海酒 你就想到他 對 你只要荔枝海酒 你就想到 對 那時候我去變他 那如果 這個方式被破了 所以怎麼辦 很常有這件事情發生啊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最近越來越多人看 然後通常我一坐下來 他說 你是那個Josh嗎 我說 不是 我是福福 所以你比較喜歡Josh囉 他說 沒有啦 我就說 所以我是一頭狗屎囉 然後對方就說 對你就是一頭狗屎 屁啦 你說你就是狗屎 那時候我就說 那我是狗屎 你在我旁邊你是蒼蠅嗎 對方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很機智 然後你就說 臭蒼蠅 你好厲害 你好厲害喔 什麼時候 都可以四兩波千斤啊 對 我被潑冷水的示範 你長蠻帥的耶 還好吧 然後這時候我就立馬投開 那個人超準 幹你很機板 自由機很帥 可是旁邊 還好 你噴鼻涕 好弱喔 不要臉之外 你還就是一個八婆 就是還是要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不一定都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是不負責 沒有是不好的啊 對都是不好的 其實你只要做自己 愛自己 喜歡自己的樣子 並且你知道你自己 可以成為各種樣子 那就是最適合你的樣子 你不一定要 把自己狗搞得很累 很不像自己 你知道嗎 對 那為什麼一號都說 為什麼沒有一號交戰手指 你說一號怎麼討零號嗎 對 一號只要人贈出去 我是一號 旁邊就有八個零號 教話 有一天 在一個動物園裡面 然後 警察 警察抓了三個小孩子 就說 你們在動物園裡面 做什麼壞事 然後 第一個小孩子就說 沒有啊 我只是把花生丟給大象吃而已 然後 嗯 這不是什麼壞事啊 然後這時候 警察就問第二個男孩 B男孩說 你在動物園裡面 做什麼壞事 他說沒有啊 我只是把花生丟給大象吃而已 聽起來蠻合理的 他說 我跑去問第三個男孩 說 你在動物園裡面 做什麼壞事 我就是花生 他就是花生